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集的天氣節目 我是李志雄 今天我們繼續受著顧偏東氣流影響 天氣到十分之不錯 下午我們在大範圍的衛星影像 就見到香港附近雲量十分之小下 所以下午我們在維港看出去 都見到不錯的藍天陽光十分充沛 正因此各區最高氣溫 大部份地區都上升到約31度左右 而當中樓浮山更加上升到35度的高溫 而我們預料明天的天氣和今天都差不多 所以今晚知道Tag的詳細天氣預測將會是這樣的 是早晚部分時間多云 明早上最低氣溫約26度 明日日間的時候就說大致天晴 最高氣溫上升到約市區的31度 身界再高1、2度 而風方面是吹和換的東風 而再長遠一點的天氣 我們一齊來看看電腦預報圖 預料受著高空擾動影響 之後那兩、三天南海北部 以至於沿岸地區都有些趙雨影響著 所以我們的天氣展望方面是 早上那一、兩天 即是星期三和星期四 就會有幾陣趙雨 而這個星期後期的時候 就會短暫時間有陽光 今節的天氣節目我就說到這裡了 逐漏愉快的晚上 再見